防弹少年團 防弹少年團日前在美國洛杉磯 舉辦了Permission to Dance On Stage 演唱會 由於是時隔兩年的線下演唱會 因此吸引了世界各地的ARMY到場支持 然而近日卻有韓國ARMY在推特上委屈地表示 CG參加了BTS的演唱會後 不僅遭到美國當地的ARMY們惡言相向 甚至還募集到毆打事件 根據韓國粉絲的說法 外國粉絲似乎對韓國粉絲有著不好的印象 特別是韓國的戰姐 認為他們經常未經允許 就擅自將拍攝到的照片上傳到SNS 甚至還會銷售自己拍攝的照片來獲取利益 韓國戰姐在國外遭到歧視的消息曝光後 許多知名的戰姐們紛紛跳出來聲援表示 太冤枉了,我們犯了什麼罪嗎 看到這種情況真的對人間感到很失望呢 而韓國網友們得知消息後也不滿地表示 明明喜歡防彈少年團卻歧視亞洲人 這樣像話嗎 看來國外的種族歧視還是很嚴重啊